直到直腳 NG1 直到一下 嘗試這個足球的那個 運動感覺怎麼樣 就非常的好玩 因為其實我平常有在運動 但足球感覺是時生時期那時候開始學的 所以感覺很久沒有碰 所以這一次在碰的時候就覺得很好玩 尤其等一下是要玩泡泡足球 所以我從來沒有玩過 就是穿上那個泡泡的裝備 感覺應該是會滾個兩圈這樣 有點可怕 我是我對足球其實接觸的比較少 那除了從小 有在足球隊玩過大概半年以外 我一直是很害怕自己會被球絆倒的一個人 因為我有扁平足 所以小時候連走路都會有點搖搖晃晃 然後再加上一顆球真的是難上加難 對然後等一下我們要 做這個泡泡球足球的一個賽事 我覺得會蠻好玩的啦 因為除了踢足球以外 我們還可以就是互相衝撞啊 不過今天選手看起來都蠻大隻的 我原本以為是小小就是小個兒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都超大隻的像國手一樣 所以心裡還是會有點害怕啦 對 那因為剛剛試過了這麼多的這個知識 剛剛教了很多的那個方式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最困難 我覺得最困難是挑球欸 因為他其實不要看他們好像很厲害 就是一直連續不斷的挑球 就其實那個挑球是很不容易的 他跟比如說我們用大腿去挑啊 或是用哪裡去挑都很不一樣 尤其你看那個腳背去挑球 很難很難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試試看 他不像踢腱子一樣齁 完全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個彈性是要控制好那個腳背的力量 所以其實還蠻難的 另外我是覺得運球也是蠻難的 要做的流暢這個東西也是蠻困難的 對 因為他我剛剛看到 他們是用就是腳的內側 然後外側有點併用嘛 在左右左右的運球 我覺得那個真的要流暢的話 要練蠻久的一段時間 所以還蠻佩服他們的 你們今天心情怎麼樣 今天身份比較不一樣 今天身份 一個人出來 對 等於一個人出來 第一場活動 對 第一場活動 那當然覺得少了一點 就是團隊的靠山的那種感覺 所以還是會有點 多少會有點小緊張啦 不過我知道 因為團員的感情都還很好 所以也不會覺得說 自己出來會怎麼樣 而且還是有很多多名 就是人家到場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蠻溫馨的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粉絲朋友們 他們都是愛屋即屋 就是不會說 我只犯你 然後不來誰的活動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都是 能出席什麼活動 他們都一定會到場 不管是哪一個團員 那運動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進口的話 是怎樣 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相機他們的前鏡頭 其實那個畫素蠻差的 對 可是像現在 前後都兩千萬 我覺得拍照的時候 可以把就是 任何一滴汗水都拍得很清楚 對 對 我覺得因為像 我們平常在拍照啊 然後尤其現在很多人 都已經用手機 來取代相機那種感覺 因為學生說會帶是手機 嗯 所以後來手機 很多人如果說是一個人的時候 自己只能自拍的時候 那個自拍的前鏡頭 畫素就很重要 因為常常有些前鏡頭的畫素不好的話 然後拍起來就霧霧或糊糊 就是覺得好像 你用翻鼠拍出來的感覺 這樣子 對阿 所以如果前後鏡頭 同樣畫素都很高 我就覺得很棒 嗯 那要不要再講一下 是因為接下來的動態 要不要稍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的動態 我還沒有就是完全決定 那我是在昨天吧 對 昨天的時候 有發一篇文就是說 希望到以後 不管我決定是在哪一個方向 希望就是支持我的粉絲們 可以繼續跟隨著我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如果也有些動態 會跟大家分享嗎 對對對 一定會馬上在那個社群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打算往哪個方向嗎 嗯 目前還沒有正式的決定 可是有消息的話 一定會跟大家分享這個喜悅 也可以踢足球啦 你說變成國隊嗎 今天就是學完就可以 那我現在拜你們為師好不好 來得及 來得及齁 可是外面的討論就是說 你的合約是完全是和平解決對不對 跟陳翔的方式好像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合約都比較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解除合約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那這個方面我就不會多討論 因為就是大家的狀況真的都不同嘛 對那我的方式是比 就是真的雙方 我跟公司都沒有任何的負面情緒 對然後我跟工作的 公司的工作人員都是很好的 那接下來如果說還有機會同臺的話 會避險嗎 不會啊為什麼有什麼險要避 不會啊我覺得能同臺很棒啊 我還希望就是有更多機會可以跟他們同臺 因為我們團體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以團體這個身份來出席任何活動了 對所以反而就是私底下我們還更珍惜說 今天要不要去唱個歌啊 或是去做什麼事情 我們私底下還蠻愛黏在一起的 對